高通報觀光局基盤 臺灣十大觀光休息的臨算 第一次大民眾的票算 已經在早期十一點結果出來了 通訪的台客 暫時是第一名 接下來 觀光局會進入第二次大專家的評算 上京十四號就會知道結果囉 今集到特殊議院的兩種文化 古早味的建築民宿表現 也還有很有名的導課 同台會在觀光局十大觀光休息的第一次大民眾票算 是十七百提金 總共有兩百五十九萬兩千九百零三票 網路的投票數有兩百五十九萬七千兩百三十票 根據第一的是這個桃園縣的大戲鎮 直到觀光休息的第一次大民眾票算 在十何時期十一點已經結束 包括到網路也有明星片投票結果 正三名分別是同台會 也有是茶凋十五名的苗力十二 因為民眾票算只僅減二十 所以第二次大專家評算 正是決定勝負的關鍵 在這個案子裡面 觀光局是非常重視環境的整潔米化這一塊 那我們也瞭解到 因為委員出去看的時候 就有發現到有些縣市就是在衝票數 但是他對於環境都沒有去整頓 觀光局表示在第一次大評算當中 有這麼多官司發動民眾投票 不過這邊的評算 以往是以觀光教授臨散的專家委員 占定到環境與觀光配合 台風地式的表現做評分為主 總評算會期將會在十四個條區 記者